第1151集 所以这一战必须靠自己 玉兽灵神突然诡异地笑道 不 你错了 怎么 玉兽灵神洋洋得意地道 这件事只有我这种来自上古的强者能看得出来 就连主持大笔的那个修为最高的老家伙都无法察觉得到 叶晨道 玉兽灵神你就别卖罐子了 快说吧 玉兽灵神道 这小子的加护应该是借助了那天池的力量开启的 本来在天池开启的期间 他都应该能够完全使用加护之力才对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小子和那天池的联系正在渐渐渐弱 再过不久 他的加护之力就要消耗殆尽了 不过你一定要在那加护快要消失之时与他对战 这样在战斗过程中他才没有机会与那天池重新建立联系 这就是你的圣机所在 叶晨文言一喜追问道 玉兽灵神 你能测算出孙杨与天池联系最弱的时间吗 玉兽灵神笑道 太具体的不行 不过大概的还是可以的 误差不超过一炷香 只要你能保证在他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你就会赢 现在和这凌风族的小子的战斗 你能拖就拖 在我让你结束时 你再结束比赛 叶晨笑道 放心 没问题 说着 叶晨已经上了青石擂台 这青石擂台也当真神奇 刚刚已经几乎被毁坏了 在魁梧老者的施法下 竟这么快就恢复如初 魁梧老者扫了擂台上的两人一眼 便道 凌风族 凌霄 对 凡天族叶晨 比赛开始 他的目光有些无奈 因为据他的判断 凌霄虽然很强 但叶晨的实力更在凌霄之上 当然 柳明也是如此 就连龙玄也有一分战胜凌霄的可能 所以不管孙杨挑战谁 都会有一名玄岳宗弟子 得到进入天池的机会的 这虽然无奈 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 保证孙杨进入神血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才让孙杨之前直接晋级 而不是之前就开始挑战玄岳宗弟子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孙杨现在虽然看不出来 其实已经受了不清的伤 赢得惊心动魄 说明即使有骨血加护的存在 孙杨也有可能会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是能少比一场就少比一场 这些玄岳宗的天才 你把我的对手当什么了 他好歹也是灵风族的天才 触摸到法则之力 这样子 你就不害我翻车吗 玉兽灵神冷哼道 你有不朽神体 掌控不朽 又有六天神王道 和更金之器 还有法则之力 再加上血魔剑和入魔 你还能在比你弱的对手手中受伤 那就算他不把你打死 我也要把你打死的 那灵风族的灵霄 面对叶晨显得极为凝重 叶晨所使用的力量和招式 他都看得仔细 他知道叶晨绝对是 无比恐怖的敌人 风之法则 无形 一开场 灵霄就使用了权力 说起来各大不足之中 都可能诞生类似神异血脉浓度 到达一定程度时 所拥有的那种灵体 这也是各大不足名称的由来 但是相比起神异两族 其他的不足之中 诞生各族灵体的几率 要小得多 而且威力 也不如神异两族那么强 但是 诞生这类灵体的 其他不足天才 也是实力极强的存在 被称为半神异 而灵霄就是拥有 天风灵体的半神异 风之法则在他的 天风灵体加成之下 效果更强 此时灵霄的身形 正如清风一般 无法捕捉 快到极致 叶辰健壮也皱起眉来 速度算是他现在的软肋之一 速度超乎寻常的对手 是他最讨厌的类型了 当即他想起了什么 同时施展出 模仿周炎天风塔尘步的身法 身形一瞬间也飘渺起来 灵霄见状冷笑 叶辰你虽然实力极强 但论速度却不如我 当即近身而上 接连出掌 掌力汹涌 掌意激荡 掌风如刀 出掌的同时 青石擂台上都被他的掌风 挂出道道刻痕 叶辰一边勉强 避开灵霄的部分掌力 一边随意抽出一把剑连武 化解无法避开的攻击 一时间竟看起来 仿佛被灵霄所压制 灵霄见状一愣 叶辰怎么回事啊 虽然他的速度不如自己 但是就像面对周炎时一般 叶辰应该可以靠自己 攻击力上的优势 反攻对手的 现在怎么好像只能勉强应付一般 突然灵霄目光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当日 叶辰从那异界魔器中走出时 明显受了极为致命的伤 虽然不知道 叶辰是怎么恢复过来的 能够参加比赛的 但是叶辰很可能并没有完全恢复 体内还留着暗伤的 昨天他和孙婷的对决 也可能不是刻意压制自己的力量 而是根本无法施展出权力的 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想到这里 灵霄面显狂喜之色 只要赢了叶辰 他就也有进入天池的资格了 当下立即加强了攻势 疯狂对着叶辰出掌 竟一副完全不顾受伤的拼命打法 而叶辰竟然在灵霄的攻势之下渐渐不知起来 灵霄见此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攻势越发疯狂 看着叶辰狼狈的样子 就连观众们也开始议论起来 这玄悦宗弟子不是很强吗 怎么表现得这么差呀 我看呐 叶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吧 是啊 毕竟不过是混元净三层天修为而已 之前表现得那么强眼 可能只是他的对手太弱了而已 灵霄好歹也是半神异 还是拥有灵体那种 碰上这个水平的对手 叶辰自然不可能还像之前那么强势的 众人似乎都认为 叶辰的实力不过如此 玉兽灵神笑道 小子演技不错呀 叶辰却暗暗叫苦 他无法动用全力对敌 这样应付起来 简直比碰上 比自己还强一分的对手更难应付 现在这种状况 倒也不是完全装出来的 两人这样一来一往 打了上千上万招了 此时的叶辰 已是伤痕累累 不过都只是些皮外伤而已 凭他的不朽神体和轮回血脉 很快就能痊愈 不过看到叶辰一只挨打的样子 观众们也几乎确定了叶辰的实力 在灵露之下了 这时玉兽灵神突然道 差不多了 小子 该结束了 叶辰看着再次冲来的灵露 目光一鸣 其实这么多次交手 他早已看透了灵露的身法 一直没去反击 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被压着打这么久 即使以叶辰的心性 也是满肚子火 现在终于可以还手了 灵霄见叶辰突然身形一致 目光大亮 叶辰终于到极限了吗 他叙事一掌 狠狠地朝着叶辰的胸口印去 见叶辰并没有躲避之时 灵霄面色大喜 这一掌必重 就在灵霄的一掌 即将印在叶辰的胸前时 叶辰突然微微调整身形 不朽箭翼涌动 往灵霄即将移动的位置而去 箭翼呼啸而出 耿筋之气释放 金光暴闪 风声震天 这一箭明不朽 不好 灵霄脸色一变 叶辰竟是不惜承受自己一击 换取反击的机会 然而他刚才一味猛攻 哪里会想到叶辰还有余力反击 早就没给自己留丝毫退路 现在躲避根本来不及了 一时间灵霄竟有一种 落入陷阱的猎物一般的感觉 不过灵霄也是酒精战士 此时攻势丝毫未乱 反而面色一股狠力之色 身形加速 那一掌依然向着叶辰胸口轰击 既然躲不过 那就拼 轰隆一声巨响 叶辰的身形退后一步 而灵霄瞬间被不朽剑意吞噬 他身体飞快旋转倒退 狼狈不堪 意图化解叶辰这一箭 被击中的瞬间 叶辰暗喝一声 耿筋不朽 落 叶辰竟然想要把不朽剑意 和耿筋之气结合 耿筋是世间致阳 而不朽则是不可磨灭 说来简单 真做起来确实千难万难 但是叶辰师父众多 学的功法极其之多 再加上神魔轮回绝和轮回血脉 对功法和一切掌握远超所有人 金光耀眼 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而此时灵霄终于也停了下来 他的周身都被鲜血染红 身侧被叶辰斩出一道 从叶下贯通到小腹的巨大伤痕 他摇摇晃晃地站着 凝视着不远处半跪在地的叶辰 紧咬着牙 死死地坚持着 但是三个呼吸之后 灵霄还是满眼不甘之色地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了意识 他伤得太重了 继续来